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珍惜每一段缘 每个笑语 看不惯对面的邻居的一个太太 她经常说 这个老太太 这个邻居非常的懒啊 懒得不得了啊 说那个女人的衣服啊 永远洗不干净 你看她晒在外面的衣服 哎呦 脏的都是斑点的 我真的不敢相信 她怎么连衣服都会洗成这个样子 直到有一天 她有一个朋友非常细心到她家 没想到这位老太太又开始 数落邻居的衣服不干净 这个邻居啊 看了一看 非常细心的拿起了抹布 把老太太的窗户上的灰迹 全部抹掉 让她看到 然后跟老太太说 你看 现在衣服干净了吗 原来啊 这个老太太 是自己家里的玻璃窗脏了 而不是邻居的衣服脏了 这个故事说明 我们很多人自己心态不好 总是看别人的缺点 很容易看偏 看自己的缺点 他又看不到 把自己的缺点 看成别人的缺点 就慢慢的让自己心态走偏 这就叫形成的偏见 学博人要有良好的心态 去看别人 不要去攻击别人 不要去说别人不好 不要用老眼光去观察别人 心善 人亦善 心恶 人亦恶 学会用自己善良的心 和周围的朋友打交道 用自己慈悲的心 去照看别人 你才能超脱人间的烦恼 大吃大悲观世音无散 大吃大悲观世音无散